Sixia 四星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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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午安 好 非常好 大部份人應該都吃完午餐了吧 那我現在人在外雙溪的東吳大學校園裡 那...今天到東吳大學 有主要事先來看一下我明天要來演講的場地 那麼我順便來看來探訪一下這裡的一棟大樓叫做折森樓 折森樓好幾年前我在網路上查資料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查到在東吳大學有一棟建築叫做折森樓 那當時覺得蠻有意思的 因為剛好跟我的名字一樣 那我就去查了一下資料 就知道說原來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兒子孫柯他自哲生 那麼在50年前孫柯孫哲生先生他是東吳大學的董事長 那麼當時他也促成了這個當時東吳大學的新校社的這個建設 那在1968年聚今半世紀前這一棟教學大樓落成 那後來1973年孫柯先生過世之後 東吳大學為了要紀念他 他就把1968年落成的這一棟教學大樓就命名 用他的字來命名就叫做折森樓 那麼我現在就帶大家一起去看這棟折森樓是長什麼樣 這也是我第一次來到東吳大學 然後第一次親自要來看這一棟折森樓 看一下現在我們從這邊上去 這邊這邊這個樓梯比較好走 因為我以前都沒有來過東吳大學 所以我不曉得現在跟以前差別有多少 那我相信應該 我這裡應該有不少是東吳大學的校友 那我待會就是帶大家透過這個鏡頭 來看看目前東吳大學的模樣 或許跟幾十年前你們在這裡讀書的時候 可能沒什麼變也可能有了一些改變 我剛剛先用google地圖 查了一下就是折森樓是往這個方向走 看一下 目前動物大學裡面有一家麥當勞 待會我們再過去看一下 這邊有路牌 我來看一下 我們看到最上面的路牌 折森樓 上Memorial Hall 那這個上指的就是 孫科 孫折森先生他的姓 就是我們知道的國父Doctor Sanyasen的上 那就是我們國父的兒子孫科 紀念他的這一棟大樓 我們往箭頭子的方向走去 我知道麥當勞不在這個方向 麥當勞在旁邊這一棟大樓 因為我剛剛有去去看了一下 這一棟吧 這一棟大樓看起來比較新齁 應該是比較新的大樓 這邊 那個那個那個地方進去就是 有一個全家便利商店跟麥當勞 然後現在 現在我們的目標不是麥當勞 現在目標是折森樓 我來再回來繼續走 今天天氣很好 我們看這個天空 這個藍色很好 非常的漂亮 從這個樓梯走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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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前面而已 很近 地勢好像比較高一點 東吳跟文化有一點像 就是他也是在這個山上 就是有山坡的地方 所以裡面不同的大樓 他們的那個地平線是不同的 有時候某一棟大樓的一樓 它的高度可能是另外一棟大樓的三樓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會看到前方 就是我們今天的第一個目的地 折森樓 那上面的這個字是由 夜公超先生所提字 先 去 把鏡頭拉近一點 這下面有一個很大的箭頭 是什麼意思 我不太明白齁 這有什麼 含義齁 有一個 綠底的紅箭頭指的下面 好我們先來看 把他拉近 這字很漂亮齁 這個是 夜公超先生所提字的 折森樓 看了這幾個字 感覺蠻 特別的 就是看到自己的名字 成為一棟建築物的名字 大概跟我沒有關係啦 這個是紀念聖柯先生的 這個折森樓 不過 還是有很奇妙的感覺 這棟建築物總共有三層樓 等一下我們就 就會走進去看一下 東吳大學 這邊的校友應該對這種建築物應該是不陌生齁 這邊有一棵樹 蘇州大學齁 東吳大學就是 其實就是 蘇州大學齁 他英文是蘇州大學 這個是 應該是中國大陸這邊的蘇州大學校長齁 千培德放胎 現在的植樹留念 二十年前 一九九八年一月九號 在這邊種的樹齁 二十年我們看 這棵樹也長得蠻高了 雖然我不知道他當時種的時候高度是多少 可是應該 我想他這二十年應該長蠻高的 因為不可能扛這麼大的一棵樹在這裡種 或許長得三倍四倍高應該有 一九九八年一月在這邊 這些 種植的 順便做個 介紹好 好我們現在到折森樓裡面來看一下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很特別的一個名字 很特別的一個名字 折森樓總共有三層樓 看一下 這邊有 對於折森樓的一個 檢介 各樓層的檢介 一樓是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生會 還有折應廳 應該是一個可以辦活動啊 辦聚會演講的一個場所 然後教職員休息室還有一些教室 那二樓有 張佛全人權研究中心 人權學成 GIS創造立即產業育成中心 等等還有 三樓是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海量資料分析研究中心 這些大數據 這應該就是我們 常說的大數據 Big Data 巨量資料 這個 這應該也是蠻新的 一個 一個學院 然後 看一下 折應廳在這裡 這個折應該就是 孫哲生先生的折 然後 看一下這邊 門是鎖起來的 編號 H101 這棟大樓編號是H 這棟建築物 我覺得 蠻漂亮的 可以看一下 像這個有 玻璃 很具有時代感 這是在五十年前 完工的建築物 然後 有一個懷舊的感覺 跟張哲生一樣有一個懷舊的感覺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 木造的窗簾 還有 它的玻璃的部分 這玻璃就是我們 應該很熟悉吧 以前小時候 很多人家裡 包括我家家裡的玻璃 大概都是這個紋路 這樣子的紋路 然後木造的窗框 我們來 走樓梯上去 這個 五十年前完工了 所以它是沒有電梯 而且它只有三層樓而已 走這個樓梯上去 這個 這真的很有設計感 跟現在很多現代化的建築 比起來就是多那一份 怎麼說 人文的感覺 一個 你看這就是一個設計 一個迴旋 的樓梯 你從樓梯的下方 也可以感受到這個 樓梯的一格一格的感覺 這是樓梯的下方 我們現在上來的是二樓 前面就是通往教室 前面就是通往教室 這邊是 辦公室啊 人權學程 看一下 因為我第一次啊 所以 對這種建築物 感受可能沒有很深 一些曾經在這裡 讀了四年 甚至更久時間的 網友們 可能會對這裡 會有比較深的感觸 讓我們看一下 這是二樓的部分 這邊過去應該就是教室 是 是不是 在上課 反光有點反光看不到 這是課表 教室 H208 今天禮拜四 禮拜四下課 現在這邊在上日文 烏龍課 這個木造的 垃圾桶 資源回收桶 不曉得它的歷史有多久 看這個 多種語言的這個告示牌 然後這個教室 如果我們也沒有 不曉得 什麼 那是 那是 一定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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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是 那是 那我看一下 看到這些斑駁 就可以了解到廖建卓女的年紀 50歲了 我們這邊再走回去 它不像我們現在 很多建築物就是一個方方正正的格局 這裡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幾何圖形 方形的啊圓活啊 然後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覺得很漂亮 很有設計感的那種建築 不是只是為了 弄出個空間讓你可以在這邊上課而已 我覺得這個會對於學生的這個 心靈的陶冶啊 社會有潛移默化的作用 就是當你在上課的建築物是這麼有設計感的 其實會給你很多的靈感 很多特別的想法 我認為這個在教育的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 就是不是只是給你一個可以學習的 足以用來學習的環境 如果說它這個環境是能夠花更多的心思去設計的話 我認為它是對於教育室樓很正面的提升 好 那 這邊也好 剛剛我們看到是在上日文課 一本雨 然後 這個燈 這個燈 沒有意思的感覺 好 我們現在上到三樓 我們看一下天花板的部分也很有感覺喔 以前不曉得這裡是做了什麼學習 因為我在想這個 學業的巨量資料管理學業應該存在時間應該不會非常的長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上面 還蠻特別的 那這邊過去應該也就是教室齁 我就 不特別走過去了齁 就 一樣的 那 這邊已經是三樓 再上去其實就沒有了齁 好 我們現在上面可以看到就是屋頂 屋頂的部分 這邊我就不上去 我看看另外那一圖 我們從這邊走過去看看這個建築的另外那邊 這邊應該是剛剛從這邊看過還是一個圓弧外 外型的部分 剛剛那邊比較像長廊型的 這裡 這另外一圖 你看那個建築齁 可以看到像是這種 也是一個拱形的設計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這個拱 拱形的 這是外面的 外圍的樓梯的部分齁 也都可以去感受到那個 在設計上的用心齁 東湖真的是一個很美的校園 而且旁邊都是樹 周遭都是一些樹 樹是一個很奇妙的一個 生態界一個很奇妙的 生物齁 就是說它的外觀 隨著四季 會有很巨大的變化 那 趁夏秋童不同的季節 會有不同的外觀 就會帶給你不同的感受 像現在我們 夏天的時候看到這個 綠玉盎然齁 的這個枝葉 那到時候如果它進入了秋天 葉子掉光了又是呈現另外一種 消色的景觀齁 那又會帶給看的人一些不同的感受 好 我們就直接走外面的這個樓梯 沒看到 我們走外面的樓梯下來 從這邊走回去 剛剛前面的大門口的地方 我現在才到二樓 我以為我已經到一樓了 還是要從這邊下去 終於來到 應該怎麼講 夢寐已久 這個 慕名 慕名已久 九陽的動物大學折身樓 好 好 因為我明天要 明天應邀到這個 東吳的歷史學系 的國文課要來演講 那麼我想說 我今天應該要抽個時間 先來看一下環境 免得明天要來上課 臨時找不到上課的教室在哪裡 那麼我想說 既然來到東吳大學 我第一次來 那就想來找 我 文明已久 天文已久的這一道折身樓 我們現在在找 這邊下去 我們來逛一下這裡好了 我們現在 我們剛剛從那邊上來齁 我們現在從另外一條路下去 我想現在可能有很多東吳的校友 我正在看這段影片 歡迎大家一把他分享出去 給你的朋友 如果你知道他是東吳大學畢業的 讓他再來看看 可能是二十年後三十年後 四十年後的東吳大學 跟他當初在這邊求學的樣貌 改變了多少 或是哪裡並沒有改變 旁邊這一棟大樓 我覺得他外觀也蠻特別 也是很多集合圖型 那個方形的窗戶 好大塊 方形的中間又有小的方格 圖書館行政區 這棟是圖書館 然後還有 這邊有一些空腳 因為我不是東吳的校友 我今天是第一次來到東吳 所以可能在介紹上 沒有辦法跟大家說得很清楚 這個每一棟大樓 他是在做什麼的 以及他的一些歷史 我稍微剛剛前面直播前 我稍微做一下功課 是關於折森樓這一棟樓的一個歷史 那其他的建築物我就不是很熟悉 現在來到了這一棟 叫綜合大樓 然後我們剛剛是在折森樓的一樓走過來 可是我們走到這一棟綜合大樓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綜合大樓的四樓 這就是建在這個山坡上的學校 一個蠻好玩的地方 我以前在文化讀書 那常常就是我們那一棟樓可能走到地下室 出去是另外一棟樓的二樓 就是他的每棟樓的樓層對應的是 因為山坡有一個斜度 所以他蓋在不同的高度的樓 他的每個樓層對應的方式就還蠻好的 現在從折森樓一樓那邊直接走過來 進到的是他旁邊的綜合大樓的四樓 這棟綜合大樓應該就是 一樓由麥當勞的這一棟 這棟大樓邊的是B AB的B 剛剛折森樓的這棟大樓是H 這邊還有腳踏車耶 那個健身用的 可以看一下喔 這邊是一個在走廊上的一個健身設備 這棟綜合大樓應該他的年紀應該是 校區裡面算年紀比較小了吧 看他的規模跟這個設計的建材啊 還有一個方向設計的方式應該是 所以沒有到年代沒有到那麼久 我們從這邊下去 我到那邊去可以讓大家看一下校園 我們從這邊可以來看一下校園 如果我要擦身體那感覺擦 讓我穿校園 這邊可以看到操場 這邊有一個操場喔 然後上面可以打 有一個應該是 網球場嗎 然後公車喔 公車 這裡應該算有些公車的走站 地方 然後東吳大學 我們直接停在校園裡面 然後 對面是 第二教學研究大樓 我明天要來 演講的地方 就在 現在鏡頭前面的這棟 第二教學研究大樓裡面 他的編號 是 D吧 ABCD的D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然後 在他旁邊 還有 一棟 更高的 我旁邊那棟大樓更高 那應該是更新的齁 外 整個外面就是 玻璃窗 好 我們從這邊下去 是 對 有 有 我 我 有 我 有 有 我 有 我 我 有 我 你聽到這個 下課終聲吧 還蠻熟悉的喔 好像很多學校都是這個聲音 這邊也看到有一些 有些社團在這邊活動 練舞啊之類的 然後社團的招生 又想起我的 大學時光 距今 二十多年快三十年 二十多年 三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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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就走了 對面是中英文化城喔 剛剛有網友說對面是中英文化城 我看一下喔 這邊是不是可以看得到 那些老房子就是中英文化城的老房子喔 我看一下 看到一個 就是 好像 古時候 的這個 寺廟還是什麼 就是那一類的建築 這就是中英文化城的一部分嗎 所以 中英文化城 中五的 校區是幾年的中英文化城 中英文化城 我們看一下 現在這個 可能很多動物校有應該 沒有看過 這邊有他的紀錄 我們看看中和大樓什麼時候見 我們現在所在這個中和大樓 我剛剛提過 我覺得他年紀應該大 我們看一下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 就是一九九三年 三月 一九九三年 二十五年前 完成的 一九九三年 大概我大二大三的時候 所以 可能有一些年紀比我大的 網友們 可能你在讀東吳的時候 這棟大樓是正在建 或者是剛建好 或者是還沒有開始建 所以這棟大樓其實 可能 許多東吳的校友是 還沒有在裡面 上課過 就是說他在讀東吳的時候 這棟大樓還不存在 那現在這邊可以看到在這裡有 全家便利商店 然後旁邊有麥當勞 然後旁邊有麥當勞 有誰希望我去哪一棟大樓走一走嗎 因為 老實講我對這裡完全不熟 除了剛剛我們最前面去的 折森樓 我稍微做了一些研究之外 到底 東吳大學 外商機校區裡面 有幾棟大樓 我也不曉得 什麼戲在什麼大樓我也不清楚 有幾棟大樓 有幾棟大樓 如果 看一下 他打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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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 旁邊還有幾棟樓 我們去看一下 這裡是第二教學研究大樓 第二教學研究大樓 第二教學研究大樓 明天我就在這邊 演講齁 東吳的校歌 兩天地正氣 發股今晚也是 東吳的校訓嗎 因為我一直看到 這兩句話 這是東吳的校歌 然後 這棟大樓什麼時候 過程我們看一下 這棟大樓更新耶 我們看一下 第二教學研究大樓 他更新比剛剛那棟大樓更新 而且是非常新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齁 九十七年是 二零 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一月的時候 十年前 只用大樓十年的歷史 還有十層樓 所以我相信 很多在看這影片的校友 東吳校友們應該是 根本沒看過這棟大樓 還是說 它存在 它的前身是 有 比較舊的校舍 然後被拆掉 再蓋這一棟 還是說 這裡原本是空地蓋的 我不是很清楚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這棟大樓 第二教學研究大樓 它只有十年的屋裡 旁邊 旁邊 旁邊這裡 就這裡 這應該是同一棟齁 很大齁 十層樓 這應該是同一棟大樓 我們當這棟大樓 上面是 愛圖樓 愛圖樓可以看得出來就 比較有連結喔 上去看一下 這邊還有一個寫前幕戶局 所以 這裡還要保留 前幕戶局的地方 前幕戶局往這邊走 後面在這裡 有很多門 一陣子 來 坐 正門 我們進行 巨峰 我們進行 艾圖樓 這裡是教堂嗎 有沒有看到有十字架 然後這邊還有寫 安宿堂 對這裡是教堂 旁邊還有主日聚會時間 禮拜天上午9點40分 旁邊的艾圖樓是什麼用處 我們進去看一下 這裡可以看到艾圖樓 它是跟宗教有關 裡面有會議室多媒體教室 然後舞桃教室 學生議會 學生會 那二樓 東元宜教室還有團棋室 然後三樓是社團的辦公室 還有陰屆畢業是那裡的議會 它比較不是上課的地方 不是那個各科目教學的地方 它就是一些學生聚會 課外聚會的地方 社團的辦公室 好熱好餓 前幕估計在哪裡 我想要去看一下 是往後面走嗎 我來問一下 等一下怎麼學好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前幕估計是往這個方向走嗎 在過去 樓下還是走上面 上面走 然後玩過去是不是 你往那邊走應該就會看到全部 所以我走這個樓梯上去 還是走下面 應該可以走 應該都可以 走過去 在後面 好謝謝你 好 那我們就走下面 因為剛剛走過上面 我看到石頭 前面寫著前幕估計 我看到石頭 在這裡 在這裡 應該是上面這一棟吧 前幕估計 開放時間 開放時間 禮拜二到禮拜天 的九點到五點 所以現在是開放 我們就進去看看 好 這是門口 這裡有一個名字 叫素書樓 大門上有一個 信箱 投地信件的洞口 後面應該就是 以前很多人家裡的門上的現象大概就是這樣子 往這邊上去 好熱 快融化的感覺 走這個樓梯上來 就可以遞達前幕故居 還有一個箭頭 指示 這裡還是有人在整理這個 挺躍 先看一下鏡頭的外觀 目前有一棵松樹 綿雅的感覺 這棵松樹比較小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有字 這棵叫希望之松 是民國九十一年 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九號 由當時的台北市長馬英九跟前幕夫人 親手共同栽植的松樹 命名為希望之松 一百 有多少錢 十七年前 十六年前 二零零二年 十六年前栽種的 這邊有解開我的一個疑問 樹樹樓這個命名的緣由 在一字前幕所寫著 懷念我的母親一文 前幕是他說 他媽媽的一輩子 可以用輪語上的平而樂三個字來形容 那使他最難忘懷的是 辛亥年那一年的夏季 他十七歲得了傷害 無用藥幾乎不救 那他的媽媽朝夕不離 最後 前幕終於痊癒了 那這是他一生中 對於母親養護之恩 最難忘的一件事 然後他說 所以他將他的外雙溪的住宅 取名為樹樹樓 就是紀念當年在七房橋 古市銅塘 第二大廳的樹樹堂 他媽媽在養護 養護他的病情的那一般恩情 所以樹樹樓就是由來是這樣子 就是他小時候 他媽媽在一個叫做樹樹堂的一個地方 照顧他 讓他永生難忘 所以他就把當時那個地方的這個名字 就拿來 命名為他在外雙溪的這個住宅 就叫樹樹樓 原本我以為是 跟他的名字 還是跟他家裡人的名字有關 不是 是跟一個住的地方有關 所以現在可以用他來打開 他在外賣的 他在外賣的 這樣子 啊 他在外賣的 應該是 也是 他在外賣的 有一個營業的場所 人文茶坊 是賣喝的吧 賣吃的一個餐廳 然後中間這裡 就是神木所居住的地方 好渴喔 不好意思我喝個水 受不了了 快中暑了 一隻手比較難弄 溫水溫水 只有溫水跟熱水可以選擇 沒有冰水 我還想喝冰水 不然就喝溫水吧 好我們現在 到前茉庫居裡面走一下 光這個沙窗就 讓人想到以前 好 萬一萬一 你好 看到這邊有一個是多媒體教室 好 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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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種地方可以 很舒服啊 這裡是一個可以上課的地點嗎 多媒體教室 這裡是個可以上課的地點嗎 這裏什麼 這裏什麼 這裏是專題的日記 大陸的三年 它又出五三年都有出完 這裏是學校 這裡是學校 各系所可以借這裡來做為上課的地點嗎 還是有對外 學校可以啊 我們後面有一個查訪 那這裏最主要是針對前茉庫居的一些展示的地方 我了解 所以跟東吳沒有關係 以前剛開始的時候給他們代館過 後來市政府給圖書館設婚館 但是因為人力的關係 所以現在交給市立大學代館 代館 所以就有兩個 就愛國西路的那個台北市立大學 對對對 所以這裏是他們代館 代館 就是文化學的代館 我了解 等於類似有點OT 但是又不像OT 是是是 因為他都不賺錢 對 好了解 謝謝你 但是我們有辦一些講座 有一些演講啊 講世書啊 講那個 品德教育的課程 所以會在 他有一個 網路 有一個Facebook還是 有有有 來給你簡介 好謝謝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借 隔壁啊 你可以來聊天 幾個人要去那邊聊天 有最低消費一杯茶多少錢 這樣子 有網路 有一個官網 有官網 好謝謝你 你是要來看場地還是 沒有沒有我只是來參觀東吳大學 我想說 你是我們台灣的是吧 對對對 如果需要收明我可以幫你收明 好謝謝你 樓上也可以上去嗎 對對樓上是他的書房跟護室 好謝謝你 不好意思啊 不會不會很難得啊 可以看到 這個是客廳喔 請問護具的客廳的地方 請問護具的客廳的地方 還可以想像一下 他還住在這裡的一個一個情境 這邊應該是餐廳喔 以前這裡可能裡面是廚房吧 現在是辦公的時候 如果說按照我們知道的一個固執 像像這以前裡面本來應該是廚房之類的 廚房 然後客廳 餐廳 所以菜竹法就就來這邊來 後來因為他文化研究所 讓學校同意 他以後所有學生在這邊上課 1967喔 50年了 這邊是1967年建好的嗎 對 就是他從香港回來的時候 就要幹 所以也50年歷史 東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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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吳比較早一點 東吳可能比他早了個10年吧 你是東吳的校友嗎 我不是 我 明天要來這邊演講 所以我先過來看看 明天要來東吳還是來我們這邊 東吳 東吳的歷史系 我姓張 你好 我叫張哲生 哪一個學校的教授 你是哪一個學校的教授 我不是學校教授 對不對 我不是學校教授 只是來講一些歷史的東西而已 台灣的歷史的 怎麼這麼厲害 不是歷史所的教授 講歷史 結果變成歷史的教授 像台大有一個 清華也有一個 其實很多啦 就像古時候並沒有這些大學 他們學奠基的 就是 當歷史所的教授 因為有時候 你因為興趣你去研究 其實你會研究得更深入更徹底 但是可能就是鑽 某一個部分 對 某一個部分 對 那我覺得學習 只要有心其實你 還是可以去補足你 學術上面那部分 因為剛才大陸的學者 他從人類學考古 他從中國來的 對 對 這一位是誰 朱熙學生 一般的我不會知道 朱熙有知道 因為有的人 是因為朱熙學生 因為這邊所以想到就對了 對 不然一般的人 都會去拆孔子 不會啊 他沒有拿教兵 孔子有一個凡子 拿學生的 好謝謝 我上去看一下 這邊請 我們可以看到 這旁邊還有一些 文藝博士學位 寫他的一些照片 家居照 教書家居照 然後在生活的一些記錄 這是上最後一堂課 給你猜 這是最後一堂課 上課的時候 就剛剛這個地方 對 這什麼時候 應該這個人是誰 宋楚瑜 對嗎 對 大陸的學者竟然 不是說他是誰 他這個時候好像是 新聞局局長 新聞局局長 那應該是 八零年代吧 幾九八幾年的時候 他九十四歲左右 他九十六歲過世的 哪一年過世 九十六歲 應該是八十一年 民國八十幾年 大十幾年 OK 很容易辨認啊 宋楚瑜先生 你當一個人這樣 害你當 你看你知道 他是誰 我說好恐怖 喔 他對我們很有研究 但是 但是 早上 我問你一個 他不知道他是誰 是的 我們來上一個 年紀比較小的 可能就會 不清楚吧 或者是 可能沒看過 他年輕的時候的樣子 不過是 因為早上是一位女士 這是他的書房 書房 所以這是他的書房 他的書房 他會擺棋譜 他會去擺棋譜 他會去擺棋譜 這是古琴的聲音 喔 他 他喜歡下圍琴 他不下 他不下 他會很浪費時間 他跟夫人擺棋譜 擺棋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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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書房的地方 所以 一英子啊 我說過他 馴雅的學生 在香港的學生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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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何年 一英子先生 這邊 這邊冷氣很涼 哈哈 我們下面應該要 我們是管路 要修還不要修 喔 下面 下面比較熱 這邊好熱 哈哈哈哈 所以 這邊給我的感覺非常好 因為很爛 今天真的好熱 今天真的很熱 書房 所以他們就兩層樓 兩層樓 就是 從從從 那個時候不是 那時候 他就回來 回來 我們簽譜譜公 就 就要幫他蓋 他本來自己蓋 就不給他 就是請他 印山管理局啊 從從就請經過先生來說 你圖給我拿來 就幫他蓋 所以原來這是 這是陽台嗎 對 原本應該是 應該沒有這些 遠門窗嗎 原來東吳大學 校長本來要在這邊蓋宿舍 是 所以這邊通通都沒有啊 這都沒有啊 所以故宮就在那邊啊 那個雙溪啊 那個 那個外雙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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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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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本來這邊都沒有這些高樓 所以他就整個就很好的 對對對 他坐在這邊可以休息聊天啊 就是他的房間啊 這個是原來他的醫室啊 跟廚房室啊 所以是有冷靜醫室啊 但是他的房間就這樣子 博房 就是他原來的五斗櫃啊 後來不是被鬧嗎 就搬離這個地方 三個月就往生啊 是 是 博房齁 是 很簡樸的一個生活環境 對 謝謝 所以全部人很厲害 那些院子都他們整理 謝謝 你說現在 以前 現在 現在 現在整理的人是 市立大學的 但是 他們管理這個 他們管理這個 就以前 就一直在這邊做 以前 就在這邊做 好 一些人謝謝你 不會不會不會很難得而已 謝謝謝謝 不會不會謝謝你 會這麼有心 沒有啊 我就透過一個網路直播 就帶大家 一起來逛一下 蛤 那 故宮的張大仙你知道嗎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小時候 很會畫畫 人家都叫我張大仙 真的 用心張 哈哈哈 好 謝謝你 謝謝 你不是在學校這樣子 沒有 我是文化大學 我文化畢業的 小朋友後來文化研究所畢業的 文化也是在正福建 文化研究所畢業的 文化什麼系 有1994年 印刷傳播學系 那跟那個 那個那個 印刷長的廠長 那個那個那個誰 我跟他熟的 李星才 不是啊 現在 李天任 現在到那個 南台 現在校長就是以前 我們印刷系的老師 現在李天任校長 我知道啊 他還來的廠長啊 熊廠長啊 熊啊 當很久啊 以前在印華校導報的吧 就你們 我當印刷廠啊 因為我 我當校看社指導老師 還帶學生刻意去參觀華乾印刷廠啊 是是是 那我就不曉得 因為想說那個很熟啊 不是 我所有的印刷廠 每一個我都很熟 因為我讀的是 包括中華啊 秋語啦 對那時候 審視啊那些 搞編輯的啊 是是是 我是前國最年輕的青年期間 別式青年主編啊 好 對啊 你文化印刷的 是啊 熊廠長就是文化的啊 因為我 我主要是主修是印錢 設計 就是 還沒有到印刷那一段 所以 對於廠長就比較好 我們學編輯的齁 像我這樣 從印刷廠 從剪簽字 因為我是張士大校看的 對啊 簽字 現在只剩那個 所以以前 我那個報紙型啊齁 就 日盛啊齁 草記 現在只剩日新駐字行 不是啊 我說這個不對 聽聽聽聽 我就跑到那個 簽字那邊 抓一個字來 說師傅 這個字換回去 以前 以前我媽媽在中文打字啊 然後有時候他字沒有 就要去幫他買 在貴陽街那邊 我是在簽字房 我在簽字房 就這樣 台北就日盛很大嘛 我知道 後來他安老內部 就是生印刷廠啊 然後我就去 欸來來來 陳老闆 我抓這個字 所以你就知道齁 做外行 我完全了解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先走了齁 對難得難得 不會不會不會 謝謝你 所以你直播給我們一下 對 好那我們今天 因為 電力快 耗盡了 所以呢 我們直播差不多到這邊 先告一個段落 然後 謝謝跟著我一路 我們剛剛一直看的 我們到摺森樓 到東吳的各個校 校區的各個大樓 然後一直走到現在旁邊的這個 節目過去齁 那我們今天直播就在這邊告一段落 齁 謝謝你 謝謝 現在還在搞印刷嗎 沒有 廣告 再來一個廣告 自己做 自己做 謝謝 謝謝 掰掰 掰掰